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9月5號,星期六 是一個週末的下午 好長時間沒有跟大家做視頻了 因為前一段時間呢,自己也比較忙 剛好處理點事情 所以一直沒有跟大家更新 請見諒,各位 今天呢,有些朋友 就提出想讓我 多講一下進場點 最佳進場點 那每個人都失望 自己的進場點就是最佳進場點 進去了過後,馬上按著自己的方向 飛到老遠 其實這個是很難 進場點呢 我們也只能說是 根據它的 一直這樣走的規律 也就是說在 混沌市場 沒有規律的時候 我們去找到它短期的規律 只能是這麼說 也就是說 在看準 背景大方向的前提下 我們找到它 一個短期的 因為按照那個 我們國內的一個大使 期貨大使 孟德偉 大家應該 孟德偉應該知道 它主要是 也就是做那個炒丹嘛 相當於我們國內的刮頭 做那個刮頭皮 比刮頭皮還要短 那炒丹 那就是 講過一句話 我們 常 現在的時候 如果我們看 半小時過後 一小時過後 是怎麼樣 我們肯定是看不出來 但是我們根據 現在走的趨勢情況 我們看 兩分鐘過後 三分鐘過後 那這個把握就比較大 也就是說 看準大方向的時候 我們 這個時候 我們再做 我們 短方向 短期 這個呢 就是 做刮頭皮啊 因為 很多 朋友可能我看 在跟他們交流的時候 看他們就是說 周期啊 都是 一開始 都做很大 好大好大的 周期 而其實呢 就是 在我的理解啊 正常的 發展 應該是怎麼呢 首先 是做 短 周期 新手呢 首先應該是 要做 短周期 短周期的話 至少在 止损上面 在短期方向上面 容易抓住 然後 在這個時候 我們在 左部向 半小時 一小時 在上面是 進軍 其實我可以 跟大家說一下 趨勢性交易 就是說 做趨勢交易的 成功者 那 基本上 都是可以說是 大使節的 水準了 都是大使節的 高手水準了 而 要做到 這種水準 需要 強大的 內心 有極強的 意志力 啊 我們都做不到 而且他們 就是說 是正常 一般情況下 趨勢 都是 有些 支勾 按照這種方式 在操作 絕對是 大資金操作 它的 回測 可以放得很大 而且 他們 那個 在 按照 盧古這個趨勢 按照它 反向走的話 只要 只要他們 只要他們 能夠判斷出來 這個趨勢 在大周期 裡面 還是屬於 正當趨勢 或者是 一部 歷史單的話 他們方向 但是 他們的方向 與當前的方向 已經相悖了 那 那個時候 他們在虧損的時候 他們 會 逐步的加倉 他們會逐步加倉 那這種方式 交易方法 交易手法 對於我們來說 肯定是不適合的 所以 我建議 有些新手 從 短周期 開始 做 但是 我又 不贊成是 一分鐘 周期做 一分鐘 做的話 因為它 走動了 來去 太快了 很多 很多時候 都會 把你們情緒 搞亂掉 所以 我覺得最好 還是做那個 三分鐘 或者五分鐘 從這個時候 小GP開始 而且呢 它 還比較能夠 比較容易判斷 那今天呢 我先講一下 那個 最佳進場點 那我先 舉幾個實例出來 在 這個時候 在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張圖上 我首先 它 已經 兩步 兩條腿上漲了 兩步上漲 而且 在上漲 大家有沒有發現 到上漲到最後 就是一根 直接一根 大陽線 直接一根大陽線 這邊也是一根 大陽線 拉上去 然後這邊 出現了 更低的 更低的高點 連續出現 兩次更低的高點 那麼 連續兩次更低的高點呢 我們可以這麼理解 也就是說 同樣的兩 同一件事情 市場 做兩次 同一件事情 兩次 沒有 沒有成功 那麼 接下來 就是說很可能 會 往那個反方向走 我是按照這一條原則 那這裡 我們開空彈 我們做空彈 空彈在怎麼進場點呢 就是說 突破了這個點 突破了這個點 突破這個點 我們開空彈 這邊進場過後 那我們看接下來一張圖 大家記住這張圖 就是這張圖 這張圖的 這個位置 就是我剛才的進場點 這個位置就是剛才的進場點 看一下啊 這個位置 這個點 就是我的進場點 然後進場了過後 大家看到到哪裡 一直到這裡 啊 那這個一個點呢 啊 這個都是 講起來是 都是那個 後見之明了啊 都是馬後抛射的思維了 但是 我不是這 不用這個圖片 我是根本無法講 你們也看不清楚 它的 回到它的 持長點 這一張圖是回到它的 起張點 從哪裡來 到哪裡 從哪裡來 到哪裡去 啊 回到 起張點 這就是我們就是 平時也可以 預期的位置 啊 我們可以平時 預期的位置 好 再看這一張圖 這張圖 套出了 Puch做多反轉 Puch想做反轉 因為很多人喜歡抄底嘛 啊 也是 稱之為 左側交椅 左側交椅 喜歡抄底 但是呢 我們做應該是怎麼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怎麼做呢 正確的做法 應該是 看到了 更低的高點 啊 我們看到了 更低的高點 就是在這個點 更低的高點 這一根 是陰線 收盤 這個陰線 收盤 也可以說 是一根反轉開線 也可以說 是一個 吞目 那看到這個陰線 收盤 因為背景是在下跌 趨勢中 那 之後可以說 我這個點 進場 百分之 百分之 六十五以上吧 應該說是 這個點 能夠是 成功的 大家看一下我這張圖啊 這個是禁止我的進場點 也就成在進場點講的 那進場點 第二呢 就是說 我上次 跟大家也聊過的 一個最佳進場點 也談過的這個 也就是 在 軍線 二十日軍線 下面 二十日軍線上面 是最好進度 二十日軍線下面是進空 但是有一個前提 是更要看背景 像這張圖背景 那當然你是做 刮頭皮 或者做那個 炒單 可以 吃一把 因為你的止损過關 止损做到位了 你隨便 哪裡都可以進 我就是賭 我就是賭它上去 三個點 那麼 我上去三個點 我止损上 我止损一個點就止损了 是吧 要炒單就這麼炒 就這麼做 那我就賭 對吧 就是我贏了 那麼 如果按照外匯啊 數字幣這一類呢 就是這樣賭的話 銀盔筆是相當的划不來的 銀盔筆是相當的划不來的 銀盔筆是算不來的 因為 我剛好是在一個更低的高點 針對前面來說是更低的高點 我也稱為 這個是小低點 這次我也稱為小低點 所以這個上面是不適合 不能夠做空的 這個位置是不能做空的 我們再 還有一個呢 就是說在 講過的 就是在這個位置 在 這個位置我們是 可以是進場點 一個空單的進場點 為什麼呢 第一 它這個趨勢線 短期趨勢線 突破了 第二個你也可以 按照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地方 突破這個階段性的這個低點 在這裡進場 也可以按照這個方法進場 那我比較接近一點的 就是說短期趨勢線 一旦突破 我看到這個情況的話 馬上我可以回進場 那這個價格可以吃得比較好 那麼在均線的下面 而且最好 這個架構呢 它的架構呢 是一個陰線 那在均線的上面 它的架構 等一下我找到這個力圖 給大家再看一下 在均線的上面這個力圖 那就是 多端 那最好呢 所以離均線越近越好 因為均線 再加上一個架構出來 它剛好是一個 合力點 它是一個合力點 合力位 它是一個合力位 所以說它的成功率比較高 而且它的 起爆力度啊 就比較強 那這個這個點 這個吃到了 那就是說 等於說你一進場 就隨著你的方向 飛出去了 那就是 最佳進場點 最佳點 這張圖就是 剛才 我剛才講的就是 講到這裡 就是我剛才講到這裡 出現了一個 又出現了一個 更低的高點 然後 然後又在均線下面 又突破了這個短期趨勢線 短期趨勢線 大家記住 兩根趨勢線 或者三根趨勢線 兩根趨勢線 也是趨勢線 再看接下來 這邊進場的話 位置 這邊位置進場 就是在這個位置進場 大家看到走到後面就清楚了 這張進場點 又是一個最佳進場點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我們再看接下來這張圖 這張圖呢 是震盪 震盪趨勢的話呢 就是說 我們要看背景 我還是 一直提出來的 要看背景 背景就是 前面是上漲趨勢 前面是上漲趨勢 前面是上漲了 這就是背景 就是上漲 那在這個地方呢 是震盪 這個震盪呢 我也是特意挑出了這個震盪 這張圖的震盪 是比較難做 比較難做一點 因為大家看到 漲到這個位置 漲到這個位置過後 它第二波拉伸 那漲到這個位置 我們先把這一段 它在這裡開始震盪了 下邊緣 下邊緣 我們可以滑到這個位置 下邊緣 它到了上面過後 那它這個震盪的規律是怎麼呢 它基本上 是第一次往上面突破過後 基本上就會回到這個區間 上去過後 基本上回到這個區間 大家可以把前面走過的 自己看一下 這個概率都是挺大的 但是呢 我們最好不要去做空單 我又再說 如果這張單子去做空單的話 那就是逆時單了 然後 然而在這個區間裡面 它到了 還又 這個區間開始擴大 到這個地方 又開始擴大 這邊又開始擴大 它相當於就是一個擴張三角形 它相當於這樣擴張三角形 在這邊 又開始擴大 相當於擴張三角形 相當於擴張三角形 我們就要做這麼化 簡單一點 看到沒有 這張相當於擴張三角形 所以是相當難做的這張 擴張三角形是 我感覺是最難做的 而且 而且你這個區勢 你認為 你認為 我回調都 回測到這裡 像這種時候 我也經常會上漲 但是呢 止損到尾 止損做得好 我就是說 在不斷地試錯 我在不斷地試錯 這段錯了 然後再等機會 等機會過後 第二段再試 如果說 三張單子 三張單子 錯掉了 我全部錯掉 給我止損少掉了 那第四張單子 我成功了過後 那我四張單子 一張單子的利潤 我肯定會 大於前面三張單子的虧損 總體做下來 我還是不會虧 也就是這個道理 止損到尾 到尾 也就是這個道理 好 那麼這段圖形 我就講過了 最好這段圖形 其實不要做空單 我們考慮到背景的話 在這種震盪 這種大震盪 又是擴張三角形 震盪的前景 我們不要去做空 只做多 因為背景是多 只做多不做空 但是呢 也有很多情況下 也有很多情況 它又反轉下去了 又還是 又成了那個回撤 回撤變成了反轉了 這種情況也很大 但是 在這種情況下面呢 大家最好就是 像這種時候 去看一下 就是其他領頭羊 比如說 做數字幣的 就 看一下那個 比特幣 做外匯的話 我們看一下 美元 對歐元 或者你做那個 其貨的話 或者去看一下 那個 螺紋缸 或者看一下 那個橡膠 就看一下領頭羊 因為大部分 它都是同漲同低的 但是領頭羊 或許有可能會 可以走得比較快一點 我們反過了 回過來再說這張單 如果說你這張單 就是說 逢低多 逢低多 但是另外有一個手法呢 就我剛才第一次講的 我不建議大家去做 那有些 有些 有些那個 交易員呢 他就是比如說 在這裡 比如說在這裡 他逢低多 在這個位置 他在看到那個 雙底 或者在這個位置 他進的多單過後 多進單 好 又往這個 反方向走了 那我呢 會直接就把它 砍掉 直接砍掉 那有些交易員 比較那個 熟練的 他能夠判斷很準的話 他會在這個地方 每隔一段時間加仓 每隔一段時間加仓 有些 大家教科書上都看到 不在 不在虧損的單子上 加仓 不在虧損單子上加仓 但是呢 這個是一個前提 我們不能一概而論 它有個前提 前提這是什麼呢 前提你是 沒有 沒有順勢單 是做逆勢單 而它這個前提 是順勢單 所以說 我們用從 各個角度來理解 其實綜合來說 也沒有什麼叫 應該不應該 只要你賺錢 就是應該 就是對的 我們接下來看這張圖 不過在這裡 我就不 不停地反覆地 逢低多逢低多的話 哪怕我這邊砍掉 哪怕我這邊砍掉 我只有盈盔比 做得來 盈盔比能夠 符合我的要求 1比1.5左右 或者 1比1 盈盔比 在正當的時候 盈盔比符合要求 還有一個呢 在正當的時候 你們有時候會發現 連續三單 連續五單 怎麼全部不對 全部會 止損損掉了 那你們首先 先要考慮一下 這個時候 有可能 趨勢已經開始反轉了 比如說我們不看 看這個後面一段 連續 連續幾單 全部都 比如說在這裡 在這裡 買了戶後 又反掉了 連續兩到三單 連續就是說被 被少掉了 那可能 你們要考慮一個問題 可能這個趨勢已經 開始反轉了 而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跟市場已經突擊了 這個時候 清醒一下自己的大腦 清醒一下頭腦 重新順著 跟著趨勢做 這個才是 正早 好 我們再看這張圖 這個是在正大階段 在這個地方 像這種位置 你如果說 開兜擔進去 你反正是 止損到位 或者說 我大背景 半小時 一小時頭 或者 四小時頭 我判斷下來 都是在上漲趨勢 那我就不停地做多嘛 對吧 那做多的話 它 震盪震盪 逐漸開始收斂 逐漸收斂 到這兒 突然就開始爆發 這就是剛才這張圖的 接下來 我們再根據 這張圖 這張圖呢 是突破 是突破的 這張圖是突破 那麼還有一個 可能很多朋友沒有注意到 如果說突破這個位置 它會產生一個什麼情況 它會產生 激連止損 我打給大家看一下 激連止損 這是 它會產生這個激連止損 何謂激連止損 激連止損呢 就是說 比如說 你想做多單的 那你首先 先要考慮一個問題 如果是你的對手盤 你的對手空單 如果 這時候 它在你開多單的時候 它是做空單 因為我們說 你開多單 可能就是你認為這個位置 可能你認為這個 我的多單 進場位非常好 我的單子進得非常好 但是呢 你別忘了 你的對手 你的對手 空方 它可能 看到了一個 非常好的 做空的位置 做空的架構 所以說 我們在考慮 開多單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要考慮 你的空單是怎麼想的 做空單你的對手盤是怎麼想的 多考慮 多考慮是這個問題 那麼 我就說 這個時候 你再考慮一下 你的對手指使 要放在哪個位置 如果換了你 換哪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吧 這個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 都是在前期的高點前面 是吧 那麼更大一點的 GP做得更高一點的 這個位置 對吧 那麼 做草單的 相當於做 做草單的 這個位置 是不是 打掉這個位置 它就止筍筍掉了 我不管 是吧 那麼 首先 這個止筍被打 被踢掉了 空單的止筍踢掉 那它就手上的 這張單子 就變成多單 那就是你的 為你的 多單的上漲 增加了燃料 是吧 那同時 一下子 踢到這個位置 踢到這個位置 出發了這個位置的 空單 然後這個位置的空單 出發了過後 它會 踢到這個位置 它就是說 一切一切的連續出發 而這個位置 在知乎是 小石頭 大 做大級別的 它的止筍 都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些位置 貼掉了 我們考慮到 要連續的 一切一切的 寄連止筍 這個叫寄連止筍 它 然後這一下 這張單子的話 如果產生幾點 止損的話 那你的利潤 這張單子的利潤 會非常的大 我們再看一下 接下來 這張單子 貼掉的情況下 看到沒有 在突破這個位置 在突破這個位置的時候 直接 大陽線 拉上去 直接一根大陽線 而那個 交易的正常點 就無非只有幾個 一個 就是說 我喜歡 最喜歡做的 也就是像 這一張圖上的 那個突破 我喜歡做這張單子 突破 一張是突破 那還有一個 是回撤 或者 回撤空 回撤 或者回撤空 或者是突破 那 今天呢 等一下 晚上 我準備是 要建個群 準備建個群 這樣群呢 如果 沒有加我的朋友呢 你們可以加一下我 我的微信號 在前指示裡面 開頭都有 你們找一下 前指示 另外一個呢 建群的目的呢 也就是說 提供大家一個 交流的環境 然後呢 你們不懂的地方呢 在群裡面 可以問我 反正我只要有時間 我都會 跟你們 一一的解答 我給各位朋友呢 指個建議 指個建議呢 是 最好就是說 不要 要做 逆施丹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在 特別是在這種 大洋線 放大洋線的時候 建議大家 先出來 就是說 我們就一直講的 就是說 去拉的時候 走 去拉的時候 走 去拉 去拉 拉大洋線的時候 我們要走 因為 之後是拉了大洋線過後 它的一段時間 就是會調整 會震盪 震盪一段 它有個規律 也就是說 一步拉伸過後 然後它就開始震盪一段時間 然後再開始一步拉伸 在這步 這個中間一段時間 可能是一個小時 也可能是兩個小時 有可能是十分鐘 這段時間呢 是屬於無趨勢的時候 第三個呢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最好 因為我聽 聽那個 有個朋友啊 他跟我講 他最喜歡做那個 左側交易 而左側交易呢 我不建議大家去做 如果說等到一段 能夠比較穩定了 你們能夠等到穩定 這個時候 你們去做左側交易 在沒有穩定之前 不要 最好不要做左側交易 因為左側交易 伴隨的就是 你的虧損率會增加 你的虧損率增加過後 你虧損 你沒有找到好的點 你虧損四單 你虧損四單 需要你盈利六單 才能去彌補 那左側交易 而帶來的是什麼 左側交易 它的 給你如果吃到的話 那你的利潤是 你的利潤非常高 你的利潤非常好 但是呢 如果你吃不到的話 特別是你們做不好止损的話 風險是非常大 像這種位置 都是左側 像這種位置 都是左側交易 進場點 而左側交易的話 有的是像這種位置 你進場進的了 就是左側交易 那左側交易做不好的話 那你一把下去了 而你不會做止损 在情緒上面 你止损如果跟不上的話 它會 讓你虧損很大 而右側交易 是什麼 你已經幾乎是 啊 60%以上的勝率了 右側交易 那這張圖如果說 我們不看這張圖例外 你在這邊 這邊進場 對吧 這邊進場 那我們說是屬於右側交易 而這邊進場的話 右側交易帶來的是什麼呢 可能就是說我們在這裡 平常在這個前面 在這個不到一點 平常 而右側交易 就是說它的 已經剩下的利潤啊 比較少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給大家的幾個建議 幾個建議 你在沒有穩定之前 最好是要做右側交易 不要去做左側交易 那麼還有最後一個 跟大家要講一下 它的那個 怎麼去判斷支撐壓力力度 我們看這張圖 它 剛才其實我已經講過了 它突破這個位置 突破這個點 或者是突破趨勢線 突破趨勢線 或者是突破趨勢線 趨勢線 其實也相當於 趨勢的這個 下面的趨勢階 就是支撐 那突破這個支撐尾 突破趨勢線的話 那它這個力度 大家看一下 連續三根大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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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再注意一下 它的引線比較小 它的引線比較小 引線比較小 而且它幾乎是沒有什麼重疊 那這個就是強勢的徵兆 這就是強勢的徵兆 如果靠近支撐尾 或者是反過來說 比如說是陽線的話 靠近那個壓力尾 那接下來它的回撤 過後 回撤過後 基本上它會突破 基本上突破會成功 基本上突破會成功 這個也就是說 平時我自己一直判斷壓力支撐 的方法 這是我判斷壓力支撐的方法 大家 花點 大家想要成功的話 花點時間 花點精力 去多看圖 多拉圖 好 今天呢 就這個幾個關鍵的 也比較重要的 跟大家講一下 希望大家有所收穫 學了過後 能夠用到自己的捨戰中去 那今天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再見